偶像要吸引粉丝们 当然也是要做足准备 来看到日本杰尼斯偶像 山下之久 一连三天要在台北开唱 吸引了一万五千名的粉丝 而其实呢 这个演唱会 本来是要三月份就举办的 可是因为日本大地震延期 而现在山下之久 好不容易来到台湾了 它是在舞台上下满场跑 酷炫的三百六十度旋转舞台 让人惊艳 一连两首舞曲带动气氛 不只指教山下之久帅气 舞台上这一个个 日本杰尼斯小偶像 负责帮师兄伴舞也很吸睛 大家好 我是山下之久 中英文交杂 山下之久 满场跑透透 无力全开 惊喜连连 云提车缓缓升到三层楼高 三百六十度旋转热场 粉丝尖叫直出破表 舞台进步更是暗藏玄机 主舞台可升高 两层楼 两侧七材 LED字幕跑马灯 还有立体电视墙 可上下升降 延长舞台长度超过三十公尺 跟歌迷零距离 一天三天台北K唱三十四首歌 九套衣服 预付近账三千七百五十万 跑不掉 当吉林斯五项 身下之久 碰上台湾粉丝 瞧瞧演唱会现场 宛如大型舞池 非常火红 东森新闻 林静英柱佑晨 台北报导 而这回